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25日 欢迎收看万维微博 我是Cherry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3月24日周日下午向国会发布了 特别检察官穆勒涉额调查报告的摘要 报道指出没有认定总统川普竞选团队 与俄罗斯共谋或联手干预了美国2016年大选 虽然报告没有提出川普有犯罪行为的结论 但也没有在他是否妨碍司法的问题上宣布他无罪 但川普周日在佛罗里达州登上空军一号之前 向记者发表讲话时称 商书调查结果证明完全无罪 穆勒报告中显示 没有通俄证据的消息不仅乐坏了两年来 深受此案干扰的川普 同时自然增加了他下届总统选举胜选的可能性 甚至可能会给美俄关系修复带来契机 莫斯科在穆勒报告出台后也立即回应 再次否认干预美国内政 目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是四页总结性结论 但报告全文尚属于机密文件 美国民主党领导则要求国会公布报告全文 理由是司法部长并非中立 纽约时报3月25日星期一报道 预计未来数日美国高级官员将抵达北京进行贸易谈判 中国官员将随后一周前往华盛顿 以期完成协议 为了尽快达成贸易协议 中国准备向更多市场化的竞争和国际贸易开放经济 这是中国结束与美国之间数十亿美元贸易战 强烈意愿的最新迹象 报道指承诺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和外国资本的限制 不仅仅是贸易谈判中的无奈之举 以及川普政府的压力 中国官员还有额外的动力 除正对中国出口商造成打击的关税战外 中国经济还因民营部门近几个月来 对新投资越来越慎重而受到损害 中国的经济已经放缓 导致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怀疑循环 认为进一步的私人投资无利可图 中国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可用贷款的占比不断增加 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占 一名22岁的中国留学生 3月23日周六在加拿大多伦多地区万景市 被持枪匪徒绑架 至今下落不明 据当地约克区警方披露 23日傍晚6点 22岁的陆万镇与有人在住所的地下停车场内 被三名蒙面及持卸匪徒强行带上了一辆 证实为失车的黑色小型客货车离开 吉连司机在内共有4名疑犯 据报道 事发时其中一名绑匪持有电棍类武器 受害人反抗时遭到绑匪的电击 最终被带上了客户车 根据警方公开的地下停车场毕露电视片段 三名疑犯都身着深色外套 其中一名疑犯蒙面 两名疑犯为深色皮肤 至于受害人 遭绑架时戴有眼镜 身穿黑色连帽外套 黑裤白色跑鞋 被绑架学生的双亲已经赶赴当地 而中国驻家总领馆敦促当局尽快营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意大利摩纳哥的访问后 周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 在尼斯附近的滨海美地会晤 与此同时 上千人周日在巴黎人权广场集合 呼吁支持西藏和新疆 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人权 呼吁欧盟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观 藏人举着法国国旗和西藏的雪山狮子旗 有人脸上写着自由西藏 维吾尔人手持法国国旗和象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蓝旗 示威者首先聚集在巴黎人权广场 随后步行到战神广场的另外一侧的和平墙 一路上他们用英文藏语高喊口号 中国杀人 一位参加游行的藏人表示 自从中国占领西藏 藏人没有任何权利 今年是西藏拉萨310事件60周年 也导致达赖喇嘛逃离拉萨 巴黎游行示威者散发传单呼吁解决西藏问题 要求习近平与达赖喇嘛会晤 在习近平去年实行修宪之后 一直有许多北大清华的教授 公开或者不公开的批评中国共产党当局实行的一些政策 但是当局看在这些教授影响力颇大 对社会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 并没有对此下手解决 但这样的状况似乎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近日有消息指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 因为批评中共的政策 被清华校方停止讲课和招收研究生 这是中国当局再一次对公共知识分子整肃 在此之前贵州师范大学的杨昭正教授 因为在课堂上发出对当局和中共不同的声音 被举报之后开除学校剥夺教授资格 旅居美国的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业良教授 也在几年前被当局以发表不符合规定的言论被开除公职 在被当局停止讲课的许章润教授 游戏好友张仪和教授的微信朋友圈的截图上看到 这个决定来自清华校方 意大利《罗马日报》日前披露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期间 中国驻罗马使馆新闻办公室负责人杨汉 对罗马日报女记者朱利亚·庞皮利进行了恐吓 报道说习近平22日上午在罗马奎里纳莱宫 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举行会谈时 杨汉几次对现场进行采访的庞皮利表示 你必须停止说中国的坏话 我很清楚你是谁 庞皮利要对方出示身份时被杨汉拒绝 庞皮利随后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杨汉再次走近他 要他放下手机 该事件引发的意大利政坛的极力反弹 意大利前公平机会事务长马拉·卡尔法尼亚表示 支持庞皮利 他说 我们肯定他昨天遭到的言语侵犯 不会削弱他的工作 意大利前教育部长杰尔米尼则表示 这是中国对意大利新闻自由的严重干预 法新社报道 据之前市的可靠消息来源显示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在首相近日告诉一些国会议员 如果他们投票支持他和欧盟敲定的脱欧协议 包括他们痛恨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 他会辞职 但消息指 特雷沙梅说的不太具体 因此 各方目前并不确定对他是否真的会辞职 实际上 美首相目前因脱欧议题正陷入内外交困的困境 在内部 英国预定脱离欧洲联盟进入倒数计时之际 美首相周一将主持一场 堪称是暗潮汹涌的内阁会议 媒体报道 对他处理脱欧事宜新生不满的内阁正酝酿逼宫 要他在10天内走人 英国国会议员25日稍后预计将针对 是否让下议院强行通过一系列指示性投票进行表决 以评估对各种脱欧选项的支持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当地时间3月24日至25日 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和海警队一艘集私舰 通过了台湾海峡 美国海军的声明称 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 航行和行动 这是美国军舰过去三个月来 至少第三次穿越台湾海峡 自从去年7月以来 美国军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至少已经六次穿越台湾海峡 而此前美军军舰穿过这一海峡的频率 巨性是一年一次 台湾海峡大部分水域属于公海 但是北京市美军的出现是对台湾的支持 因此对美军在这一海域的活动相当敏感 美军海军舰船上一次在2月25日通过台湾海峡后 中国外交部向美方提出抗议 称坚决反对美方采取的挑衅 中国国防部则称 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动向全程掌握 并保持高度戒备 波音737 MAX自从去年10月在半年内发生了两次致命坠机事故 美国当局已经下令停飞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相关航班的取消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美航American Airlines 3月24日表示 将航班取消延长至4月24日 并削减一些额外航班 美航表示 公司宣布延长航班的取消 是为了向公司客户和团队成员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以及更好的保护客户乘坐其他航班 抵达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美航每天取消约90个航班 该公司是美国境内波音737 MAX的第二大运营商 共有24架 仅次于西南航空公司的34架 波音公司在3月17日发表的声明说 波音即将完成先前宣布的软件升级研发 以及机师奖链调整 重点在防湿素系统MCAS出现感应器错误时 应进行何种飞行操作 美国著名彩票进球POWERBALL投奖 已持续多期没有人中 因此累计奖金已经飙升至7亿5000万元 美联社报道 下一期的进球将于27日开奖 到时的投奖奖金将攀升至美国历来第四高 自去年12月26日以来 进球大奖一直没有人中 至今已经开了21期 但仍未有幸运而出现 进球每注2元 赌客可以选择美注增加1元 以赢取多几倍的非投奖奖项金额 进球在44个州 华盛顿特区 波多黎格和美国维京群岛出售 逢周三和周六晚上10点59分开奖 以上是今天的万文微博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